像前面那种把对象实力承软 放在构造器函数用类似的方式进去 然后把共享的承软放到函数的软型属性所指向对象里面去 这种方式构建的方式有一个以前的大神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伪类的取 一个创进对象类的一种方式 那么为什么称之为伪类呢 因为JS里面本身是没有类的 即便是整个课程学完了 你也不会发现有类 最多只是说用什么什么模拟来类 刚才我们画了一个图呢 就是两个对象 指向的是一个共同的东西 在润性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这个构造函数啥事 是不是 所以说他呢 根本不像那个加法里面 比方说我们加法里面你构进一个类出来 然后类里面定一些沉软变量的话 你溜出来他就呃那个对象就会有了 而且润性的时候呢 对象与类资金还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JS里面的构建出来的东西呢 润性的时候两个通过构造器函数创建出来的对象 以及他的那个共有的东西 也就是构造器函数软型对象呢 资金的话呢 他是没有 他们资金是有关系的 但是对象与函数资金呢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称之为一个伪类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我们怎么样体现出他的没有关系呢 还是以我们的代码来说 这代码呢 我们也没变化 一个类 然后两个属性 两个对象创建出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浏览测试一下啊 为什么说他是没有关系啊 前面我们说访问那个函数的软型呢 可以用这样的访问方式 比方说P的 P的什么呢 P点构造器点 软型这种方式 是不是啊 那怎么样证明那个跟那个构造器 因为P的构造器的话就是方形 是不是啊 我们怎么样证明那个P以及P这个对象 跟那个润型的时候跟函数没有关系呢 比方说我们P点construct 它竟然是个属 是P对象的一个承软属性 那我们其实是把它改掉了 比方说我们可以改成内蒙 比方说等于33 这样改掉 改掉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访问那个 P的内蒙属性 你就会发现 它的值呢 根本就不是33 而是还是保留那个CG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证明P对象 跟你的那个函数器 你即使完全没有关系了 比方说我们这样已经主动的把它改成一个自己 用致命量形式创业对象 然后呢 但是这个跟软型的指向关系呢 还是保留的 比方说headcount 它还是会等于那个值 那就说明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时候在润型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找到那个headcount呢 它并不是说 点P点Construct 点Prototype Prototype 当然我们应该改了 就是打不出来了 是不是 Prototype 点headcount 这种方式来找的 因为我们把它改了之后呢 你访问P的 P点headcount的时候 还是有值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次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课程 就是什么呢 用构造器函数创建的对象 跟构造器的软型对象 有一个链接 不是通过P点Construct 点Prototype来经理的 而是每个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隐藏的 你看不到的 隐藏的叫什么呢 它也跟那个Prototype 名字类似 就是两个下话性 然后加一个Prot 这样的东西 就是把它Prototype的 前面几个单词取出来 然后后面又是两个下话性 然后你这样的方式 我们回车 看一下 它就会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呢 它是没有变的 前面呢 我们把它构造器改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软型表明它 还是这个Person对象 比方说我们还是可以访问到 软型 然后软型里面不是有个headcount吗 headcount 回车 我们看一下哪里输错了 这里稍打了一个点 好 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访问呢 所以说它本质的话是这样的 我们也用图来表示 你有一个函数 Person 然后你在这里创建了一个P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呢 除了有它的name age age这些东西呢 它还有一个隐藏的Prot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它就是用来指向的啊 指向指向什么呢 指向这个构造器函数的软型属性 所代表的那个对象 这叫做软型对象啊 这个叫软型对象 指向它 所以说运行的时候 它完全不需要这个函数的存在 也就是跟它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它这是伪类的 因为根本就没它的 没它啥事是不是 这就是伪类啊 这个Prot的一个含义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对象 P也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指向同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了之后呢 要说明这个Prot type呢 是这样的啊 在Chrome浏览器 以及火火浏览器呢 我们可以通过要 写代码 我们自己可以访问到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不是一个标准啊 在IE的话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说我们写项目的时候呢 就不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在学习研究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 这是要说明的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不是直接你可以指向它了吗 指向它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重新刷新一下啊 恢复成软带的状态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这样 p1.name 然后p1.headcount 这个对象已经有了 是不是啊 然后此时 如果我们把软型 里面的那些属性 只修改一下 点儿person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修改啊 我们就person点那个软型点headcount等于3 好 这个地方如果改了之后呢 你headcount呢 数数3 因为记住 记住我们刚才的解释的话 你应该可以想明白 因为这个p对象呢 它内部通过那个下话性的proto呢 会对那个软型对象有个引用 所以你改它的东西呢 就会生效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样的代码的话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明白 就是什么呢 我们把把person的prototype 我们整个就改掉 比方说给它复制一个新的东西 这里面呢就加上 比方说我们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个XX 等于XX回车 整个的改掉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p1.xx防不了啊 但是p1.headcount呢 还是为刚才我们改过的值3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啊 是不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还是用图来弄啊 这是一个类 然后这个p 跟它的软型对象 通过 如果这个玩意儿的一个proto 来经历了一个关系 即便是你把函数的那个proto属性的值改了 等于它了 是不是给它相当于给它复制了一个新的属性 新的一个这样有XX的一个属性过来 但是这个对象呢 它仍然不会消失 因为合起来 这个东西还对它引用 所以垃圾回车呢 也不会把它消失 对它呢 是没有影响 对已经创建的对象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你这样改了之后 有影响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你刚才把它改了 是不是 你每次6的时候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再定一个变量 6p2等于6一个person 对象出来 而此时的p2呢 它就会有XX 也就是说你改了之后 会影响以后用这个 用这种方式创建出来的对象 因为此时的话呢 它的那个你6了之后呢 就会干了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新创建出来的对象 p2 会给它自己加上一个 因为你每次这样6一个person的时候 其实是把那个创建对象 会隐藏的 加一个prototype的属性的指向 指向是什么呢 指向当情的 当情的构造器函数person的一个软型 也就是指向这个当情的软型 所以说你改了这个东西呢 就会影响它 当你下次再改的时候呢 意思类推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令解就是这样的 那么整个呢 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整个它查找那个属性的过程 是怎么样的 比方说如果我们这个p2啊 p2如果你要访问那个 内幕属性 那么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找到 是不是啊 如果要访问XX的话呢 它整个的查找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这个p2这个对象本身 它里面能有内幕有age等等 是不是啊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proto 那个属性 然后指向的是软型对象 所以说当你在这里访问p2点内幕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在这个对象本身里面找 记住啊 记住啊是本身里面找这个 找这个东西 如果内幕里面找到了 比方说内幕它找到了 它就结束了 如果你 你输入一个p2点XX 但是它就它就它就它会在这个本 对象本身里面找XX 有没有呢 没有 因为它只有age跟内幕 只有age跟内幕 所以它就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它就会跑到这里来 它就问那个proto 你有没有呃有一个指向的对象 有的话呢 它就跑到这个对象里面找这里 哎 找到了之后呢 它就会把那个指读出出来 就是这样 这是个读写的过程 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 你要注意一下啊 一如我们刚才逻辑 你就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啊 第一点是什么呢 p2是不是个对象 既然是个对象 我们都知道 前面学生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GX是个动态性的 是不是 你可以随时给这个 已经创进出来的对象 加一些 加一些属性 加一些方法 是不是 比方说 如果我们在这里写上这样一个东西 p2.xx等于等于什么呢 等于YY 那么此时你再访问p2.YY的 点XX的时候呢 它输出的是YY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再打一张代码 可能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person.prototype.xx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XX呢 还是 XX 它没有变成YY 是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啊 当你读取一个属性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这样就是读取嘛 它就会依注我们刚才那个新自己 然后通过那个prototype呢 找到它的软型对象去找 如果你是像这样的东西呢 像这样的代码呢 它就是变成什么东西呢 变成 它直接在p2对象本身里面 添加一个XX的属性 并且把直 复为YY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呢 P的里面呢 P2这个对象里面呢 有内母 有age 有XX属性 当然还有一个prototype的指向 指向这个里面当情只有XX的一个 软型对象 所以说你这样当把直签了之后 你下次再访问的时候呢 因为他在这里一找 哎 他有XX 所以他就把XX的直 YY说出来了 没有的话才会跑到这里来啊 这个地方 一定要搞清楚啊 啊 然后总结一下我们行前面学了那个Prototype 这一种写法 以及这种隐藏的 研究用的一个东西呢 一个 并如大家理解记忆的东西啊 首先第一点 函数才有Prototype属性 Prototype的属性呢 是公有了 大家都可以用 是不是啊 像公共汽车一样 大家都可以用 而这个东西呢 对不起 这个是私有产物啊 这个只有 File 这个Chrome File 那个FocusPro 那浏览器呢 可以用 而这个东西呢 是属于对象才有的 对象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 函数是不是也是个对象 所以说 函数也有Prototype啊 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只有对象啊 函数有Prototype属性 然后对象有Prot这个东西 然后用构造函数 把这个函数当成构造函数 也就是这样啊 当成所谓的构造函数就是new这个东西 那就把这个这个F呢 就是这个构造函数 把这个用 把这个函数当成构造函数 创与出来的对象呢 它有一个Prototype 指向的就是 构造函数的 那个软型对象啊 就是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啊 把它一定要理解清楚 我建议是新把它的搞清楚 因为这个软型是也是JS的 第二个栏顶 除了B包之外的第二个栏顶 把这理解了之后呢 到后面我们学习继承的时候 学习软型令 学习那个图的时候呢 你才会能理解的更清楚啊 这是你把今天掌握了 学的中水掌握了 是以后彻底掌握软型的一个基础啊 谢谢大家啊